第五期我又来了 一天录的啊一天录的 我们这期用了像素的元素 其实做这个元素之前我也有受到启发 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一些 比如切西瓜可以切成方块 然后还有冰块什么什么 这都是生活中的灵感来源 然后包括又以前小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叫Minecraft 然后它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就联想到说 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地球的感觉 我们的成果马上就要展现在大家面前了 期待一下吧 因为这狗还真挺像的 差点什么真学 三一 小心 现在飞艇怎么样了这样吗 呃 现在现在已经都差不多了 很漂亮 就是我们要那种金属的那种质单 那这些是再回收的海绵 啊 咱们把它给拆了 可以做成一只狗 我看看这头 哦 再往前叹一点 再往前叹一点 哎还真挺像的 嗯 嗯嗯 嗯 咱们最开始的想法不是说 这个空间这些模块是给来的人给他们来创造来准备的不然再打乱重新装一个东西表现这些可能性然后 然后一个明朵系装大厂房可以了好意思开始 嗯 很舒服哪里都可以坐可以坐这儿 然后我现在只想在这儿躺着睡一觉我也想睡一觉哈哈哈 我也是觉得小块有点稍微多了我放个绿的进去试试哎这个绿色一上一下感觉就不一样了丰富了许多对 最后一块 嗯 当当当当当 完成 你现在应该躺在太平洋上 躺在太平洋上 哦 看这个灯我还挺感慨的最后一步也完成了 一切都就绪了 我觉得这个基本验证了我们最初的这个想法确实有你的参与注入了特别多的这个创造力 哎呀 哎呀 这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最后的结果呢也像这样呈现大家面前 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喜欢 就像我就开始说的一样这个空间是你们来定义的那就是这样四楼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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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